叶清秋开始服刑,监狱里的日子不好过,他不适应,很不适应,太不适应了。 他从生下来就被娇生惯养着,说他是豌豆公主,他也的确是。 他床要睡最柔软的,衣服要穿最舒服的,饭要吃最优质的,所有的生活用品都是最高质量。 他手不能提,肩不能扛,他什么都不用做,所有的东西也会摆在他面前。 他被养成了一个废物,但是没人说他过得不好,所有人都羡慕他,如果不是他自己愚蠢,他能无忧无虑就这么的废物一辈子。 为什么?因为叶剑云有底气,因为叶家有底气,哪怕叶清秋就这样挥霍无度十辈子,叶家养他也是绰绰有余。 女儿生来就是要抚养的,叶剑云和米饶的女儿更要如此。 不过后来,米饶死了,叶剑云也死了。 他们的女儿叶清秋依然还可以继续过着原来的人人艳羡的生活, 但他们的女儿并没有养成如他们所愿的没心没肺。 她愧疚,她也自责,她用三年牢狱之灾来惩罚自己当初每一个错误的选择。 他们的女儿叶清秋,是这个世界上最好,最乖,最让人心疼的姑娘。 叶清秋意料之中,发现她被特殊照顾着,一日三餐跟别人有差别, 她直接将饭菜倒掉,不吃也不喝,一连三天,最后火石才恢复正常。 叶清秋被分到了单独的牢房,崭新绵软的被褥,她直接泼了水上去。 牢房再换新的被褥,她再泼,在硬板床上睡了三天, 被褥换回了监狱里的统一被褥。 叶清秋频繁被预警留意,或者不经意地照顾和偏袒, 有时候会拍照,有时候会被录视频。 她直接在视频里打碎了汤丸,上演了一场割腕自杀。 萧楚心惊胆战地将视频拿给了丽廷申。 丽廷申看完,沉默冰冷的眸子像是随时都要掀起一针怒涛。 她反复看了视频两久,忽然冷笑了一声,动手将视频删掉。 去约探视,可是太太不会同意吧? 最后一次,然后撑权她。 丽廷申抬手,将手机扣住,神色云淡风轻,语气平静淡然。 丽廷申最后,果真见了她,两个人隔着探视玻璃,平静地望着对方。 最后,是丽廷申率先开口。 你找我想说什么? 丽廷申没说话,秋那么平平淡淡地视线锁着她的脸。 不说我就走了。 四生,不负相见。 一场探视,丽廷申就说了这么一句话,然后就走了。 丽廷申在椅子上坐了半天,最后冷笑出声。 这男人,报复心真强啊,而且还很幼稚。 他骗她吃过几次鞭,他就用这么幼稚的方法报复回来,也不嫌掉价。 把所有的安排都撤回来。 从此以后关于她的消息,不用再给我了。 正在开车的消处一愣。 可,那毕竟是监狱。 丽廷申神色平淡地看着前方,雨掉淡漠。 活着总比死了后,他赢了。 叶清秋没有办法完全相信。 几乎是每个新进来的人的待遇,叶清秋自然逃不了,被这里面的老人欺负的下场。 被锁在洗手间,浇一声污水,打得饭菜被吐口水,打扫卫生被故意扔垃圾。 每天在劳动圣监区,好不容易做得淋散的几个箭,被暗中损毁。 叶清秋的性子从来不是好隐忍的。 但是他肚子里有孩子,那群女人什么事都做得出来。 他碰见过,那群女人把另外一个浑身涂满沐浴乳的女人摁在浴室里拖拽滑行, 然后眼嘴发出压抑制的猖狂笑声。 他只有一个人,他弄不过他们几个人,他有孩子。 所以,他这辈子第一次学会了什么叫做浮软,只为了他肚子里的孩子。 其实从一开始,知道这个孩子的存在,他是慌乱的。 他知道,也许不应该留下才是对的。 但是那个时候,他还舍不得。 舍不得,这是他跟力挺生的孩子。 后来,他什么都没了,他也就只有他了。 他觉得,他更应该被他留下。 他知道,他在找理由留下他,所以任何理由对他来说,都是合理的。 他开始迎合别人的喜好,开始察言观色,用自己的方法在这里生存下去。 他还要出去,他还要生存,和他的孩子一起生活。 他曾是平成不可一世的公主,这个转变的过程是煎熬的,心理上的突破,行为上的妥协。 可他必须做到。 然后,他也真的做到了。 他不知道,他最后为什么会跟那群女人混到了一块,然后又彼此互相联系。 为什么在每一段感情里,大多数都是女人在受伤害。 有人在此申请探视叶青秋,是一个陌生人的名字。 叶青秋敏纯,可能他一直等的人终于来了。 探视窗口,那是一个对叶青秋来说完全陌生的男人。 博先生表示,接受您的一切职责,并深感歉意,所以您有什么要求,尽管提,他无条件满足。 放心,我也不会让他太为难,我只有一个要求,不要让任何人知道我在监狱里的任何消息,尤其是他的好兄弟。 好的,其实,您大可以提更多的要求。 不必。 也许,肚子里的宝宝知道自己会被留下,也许是觉得叶青秋承受的太多而心疼他。 也许是,他的性子从胎里就随了力挺身的清淡沉默,他没再怎么闹过。 从叶剑云这么多年,对梁旭儿的态度来看,他宽厚和善地为人,给叶青秋留下了最后一份宠爱。 监狱长以前曾经收过叶剑云的恩惠,但是公家的饭碗不是那么好端的, 他给不了叶青秋太多明目张胆的照顾,但是却在得知叶青秋怀孕后,在叶青秋的请求下,尽可能低调地给他办理了千外之行。 痛觉神经敏感,生前的阵痛就疼得几乎要了叶青秋的命,然而在经验颇多的医生眼里,将这一切看得很冷漠。 没有哪个女人生孩子是不痛的,都说女人生孩子是在鬼门关上走了一遭,叶青秋摸了一把阎王爷的鼻子,但是看到了孩子,他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。 从此以后,这个世界上,他又多了一个亲人,永远不会担心会离开他的亲人,他的儿子,只是为了以后的永远不离开,他们现在只能临时分开。 一个月后,孩子被送走,叶青秋给宝宝取了一个小名,林林,他们只是临时分开,只是临时。